是GLB 對 而且是Mercedes AMG AMG 玉琳哥 我問你一定要先找AMG 這是正牌AMG 正牌的AMG13 不是AMG Look 不是AMG Line那種 正AMG 我們從那裡看得出來 從這個水箱罩 你看一般的賓士 它這個標旁邊是橫的有沒有 有的是一條的翅膀 有的是兩層的翅膀 看各種車型不一樣 它變成直撲式 而且這裡就一個AMG的LOGO有沒有 有 有 所以以後 你看到這種直撲式 而且這種黑色的 它就是正AMG 好 這也是一個分辨的方法 對 他一直把AMG跟OMG 很唯一台 因為玉琳哥一直OMG 你再跟他講說 我們家那台OMG 然後因為玉琳哥要來 所以我帶來這一台 是First Edition 又是特別的版本 對 特別的版本 它只有在出廠 第一年買得到這個版本 手發版 夜色套件 對 所以它的夜色套件 你看它的下巴 那個鋼琴鏡面烤漆有沒有 夜色的 好看 其實它整套都是這樣 而且一直延伸到哪裡 車側 延伸到車側的下緣有沒有 它本來車側下緣 也是一條鍍鉻 然後還有窗框 好 那我來 來 一起來測分 還有窗框 對 然後還有這個後次鏡 這裡也是 還有因為它是AMG 所以它這邊又有一個Turbo 你知道它的馬力多少嗎 多少 它其實排氣量只有2000cc 但是它有306P 那厲害了 對 就開起來你會覺得 滿有力的 應該這樣說 油門輕輕踩 你就會覺得車子動力很豐沛 所以開起來的速度 0100加速剛好5.2秒 跟那一台一樣 玉琳哥 你們兩個一起等紅燈 對 然後綠燈的時候 噴射 對 同時抵達 所以10100你們兩台會一起到 對 而且這裡它有寫4MATIC 它就是四輪驅動 它四輪驅動的系統 就跟上一代的A45是一樣的 這一台是35 你知道它上去 其實還有一個45 這不一樣 45的話 就可以到421匹馬力 玉琳哥你在買給芽芽的車的時候 動力上可能 不會要求要最頂規的 它也沒有那麼愛大馬力的車 像我的143 它開了就經常抱怨 它怕那個頓錯感 這一台就不會 要講功能 我們再繼續看 還有厲害的功能 還有 它就是後面的行李箱 你看它延伸到後面的夜色套件 也是 你看 很漂亮 這個雙出圍管 這個也是手發板才有的 對 這個Diffuser也是做得很漂亮 所以真的要買要快 然後它這個當然也有 感應 提肝尾門也是電動 還有 當然因為你們家裡人口相對 比較單純 兩大一小 對不對 不然有些家庭 它如果人多一點 或想三代同堂 它是可以5加2 對 你花6萬1 它就可以加第三排 這一台是沒有加第三排 但是不管你有沒有加第三排 它的行李箱空間都一樣大 可以到565公升 它加的椅子在哪裡 它椅子會在 可以收起來就會放平 行李箱 對 所以不需要用到它2的時候 把它收回去 對不對 你看它其實 底下的空間是很大的 也就是說你選到了 這個第三排的加2 你不用的時候就倒下來 就可以變這樣 它的空間565公升 甚至於比它的哥哥GLC還大 對 所以它是一個 著重空間使用的這個GLB 可以到7人座 你知道賓士的下一台7人座是什麼 當然GL1可以有選7人座 再上去就是GLS 對 貴33 對 那個就非常貴 你以這一台的話 今天特別要帶給玉琳哥看 所以這台他有加選一些東西 因為他們就是家裡開賓士車 也開過好幾台賓士車 可是新世代的介面不一樣 等一下亞亞就跟玉琳哥可以一起 透過羅哥來熟悉一下 我來讓玉琳哥了解一下 我們到車內 我們現在進到車內 不過我覺得好像有點暗 我來教他開一下天窗 教他開 看 我示範給你看 你好賓士 是的 你說 打開遮陽簾 不錯 Miracle 因為這個是新的MBUX 玉琳哥笑 玉琳哥覺得 有趣吧 很好玩 很有樂趣 小孩很愛玩 對 因為一般來講 你可以導航去什麼地方 挑挑溫度 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功能 對不對 你可能還沒碰過 還可以幫你開天窗 滿好的我覺得 然後因為 畢竟是芽芽要開 然後可能小孩一起對不對 所以這台休旅車 如果要符合你的設定的話 你會不會有一個磁附模式 希望它怎麼樣 氣氛燈你喜不喜歡 當然一定是喜歡的 當然 所以它這裡有 你看這裡都有燈 還有連這個出風口都有燈 而且它的燈都是可以調的 它還有很多功能 其實這個要講 可能 變成我要跟玉琳哥講六個小時 你看它還有舒適模式 舒適模式可以調這個座椅 你可以和緩感覺 有點點massage的感覺 這一套過去 過去也是都要選配的 對 它現在就是標配 而且這個是可以觸控 在你的143上面 它是只能從這邊轉 對 沒有觸控 你要喜歡嗎 OK 可以 方便性 在這個設定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有很多的東西 車內的 HUD 包括在自動駕駛的 還有你看車內的燈光 它可以分為燈有沒有 這裡就可以選了 能觸控差別很大 就方便很多 女人喜歡藍色 她的亮面 亮面區域的設定 氛圍 來我們來看一下 譬如說你選顏色 你選藍色對不對 女兒喜歡藍色 照著女兒喜歡 所以它還有動態色彩 你看海洋藍怎麼樣 它的藍還會變化 有淺深這樣子 慢慢的變化 這裡 這個也是標配 這個環昌的顏色 這一個世代又精進了很久 對 就別人藍 本來是從S Class E Class才有 它現在連這個小車 它通通給你 而且坐的位置還滿多的 羅哥我很好奇 因為我現在看到了方向盤 發現有一點特別 因為我們都知道 新世代的B式 你除了這個方向盤上面 兩個黑色的旋鈕 可以分別操控 儀表跟觸控螢幕之外 觸控當然就可以直接手按 也有過手寫板 可是為什麼 你上面又多了兩個黑色 這是幹嘛 這個是AMG 可以選配的功能 你看這個是AMG的方向盤 底下切屏的 這有AMG Logo 這部車為了玉琳哥要來 所以我們要 又特別選配 這個一顆一萬塊 兩萬塊而已 做什麼用 這個做什麼 你知道嗎 我可以在方向盤上面直接去選 它的駕駛模式 有沒有 直接就變成 以前是只能在這裡選 以前這裡也有 對 都有 但是讓駕駛人更方便 更上手 而且你知道 用按的 按一下它就是Individual 你知道嗎 Individual是你可以自我設定 個人化設定 然後它左邊這裡 你看目前這個是懸吊系統 這一套First Edition有電子避震器 所以電子避震器它可以 從Comfort 這就是舒適模式 或你就覺得 平常在路上開的時候 就是舒適 很棒 然後你再轉一下 變成Sport模式 有沒有 這裡變了 這裡的避震器也同時變 就表示這有連動 改了設定 開起來的性能 跟你那台也一樣好 空間 這個空間最棒了 很棒 在花一點錢變成七人座 不只是載女兒 在她同學 都可以出去玩 5加2 對 所以如果你有這台車 其實你的生活型態可能會改變 對 你就會想到 這台車可以做的事情 比以前多 對 就可以去郊外 可能待個一兩天 然後露營 對 空間機能更好 所以可以簽單了 讓玉琳哥好好想一想 我們也謝謝羅哥 而且等一下也來看 比較這麼多的產品的時候 玉琳哥可能也會比較安全性